第一天来教书 老师就开眼了 小孩夹起红炭 摁在胳膊上 火烧皮肤 一股浓烟滋滋响 其他玩伴吓住了 小孩却嘚瑟了 管家急冷 哎呀 警其这凶孩子 一连气走仨老师 新老师刚来 他就弄个阵 谁还敢教他 不料 气松部跟所有老师不一样 我瞅这孩子不错 第一次听见有人夸自己孩子 二奶奶都稀奇了 到时候您可别跑 反正 这孩子我叫给您了 果然 新老师一来 警其一肚子坏水 就开始发作 木合放到门上 企图故技重施 但是啊 这招不太灵 记松部停在门口 大喊一声 警其出来 一串门 警其一脸墨水 这就叫四十七果 警其一肚子些伙 被封印了 都是我欺负别人 啥时候轮到被人欺负了 恼羞成怒 学生对老师动了刀 谁溜啊 记松部一出手 警其趴下了 胳膊脱臼 死不认怂 胳膊接好还是不服 饭桌上 警其俩眼直勾勾 瞪着记松部 记松部呢 瞥他一眼 小子 想治我 你还嫩点 有本事 把我这手指头绝舌了 警其一听 激动的肾上腺素 都飙起来了 慌忙使出吃奶的牛劲 记松部的手指头呢 却纹丝未动 警其被迷住了 你神了 那你教我功夫 不教 怎么了 你得先念书 那你怎么练功夫 你以为我光会功夫 记松部掏出一本书 警其随机抽一篇 记松部啊 全文背诵 一字不差 警其惊呆了 你真神了 这时 警其终于想起来 为什么看记松部眼熟 我五岁的时候被绑票 我那年就是你送我回来的 而记松部呢 不但不鞠躬 还否认 不许乱说 吃饭 有本事 有侠气 还很神秘 警其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被神一样的记松部驯服了 以前的老师 腐朽传统老一套 像从坟底里爬出来的 可这位记先生啊 不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警其的变坏 让二奶奶纳了闷 这还是我那凶孩子吗 不打架闯祸 也不欺负兄弟 清早打拳健身 半夜爆肝读书 有好吃的 不吃毒神 还知道给家里人留一口 可很快 14岁的警其 又做了件出格的事 他竟然私下 给表姐乡林开放用药 这可把老二吓坏了 人命关天 你个小屁孩 有从一资格证吗 小小年纪 就敢乱开方子 你大爷是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吗 可老二一看方子 惊恐又欣慰 嘿 这用药不仅对 还大胆 我又没教过你 你是从哪学的 老二不禁感叹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可国运不济 李鸿章马官谈判 也不乐观 综合型人才 季松部 火速升任 军机张经 国事沉重 季松部只好辞职 在不舍中 白景旗最后一次 跟季松部学骑马 经历一次次的摔打 白景旗长大了 他驾驭的是一匹骏马 可他的内心 从来都是野马 这是一堂 教你如何砍价的 高端教学 两个老炮 带景旗到安国进货 首站黄连市场 第一家货不错 可徒二爷呢 却没要 还放话 白草亭这种大客户 卖家自然不想放过 好 你要多少 我立马进货呀 徒二爷呢 打个马虎眼就走了 景旗不懂 第二家货也不错 卖家还显白 论质量 整个市场 我是No.1的 卖家拨算盘报价 徒二爷呢 鬼得很 重拨两个字 还了个价 离开摊位 他才偷偷说 第二家货好价合适 景旗纳闷了 那都合适 为啥不买 戴眼镜的许先生 一副鸡贼的样子 这里边学问大着呢 第三家货不好 但价格感人 可徒二爷呢 不仅不买 还挤兑卖家 您这货太刺 咱百草厅用药 一向不在乎成本 咱今年采购清单里 黄莲是大头 图二爷话说完呢 又返回第二家 按照卖家价格 先买了一百金黄莲 景旗完全不理解了 我说 你们两个糟老头子 到底卖的什么关子 这一天功夫 其他都买齐了 黄莲还差一千多斤 你们却搁这摸鱼 不料 图二爷又神秘一笑 咱们玩的三天 再买也不吃 难熬的三天过去了 紧急一脑门子问好 什么意思就是 怎么一下冒出这么多黄莲来 俩老炮呢 却越来越稳 我叫他们 夹巴吃黄莲 图二爷找到老卖家 张口就要黄莲一千斤 卖家一高兴就要喊卖 图二爷忙抢过卖 这回得我开价 说完拨了下算盘 卖家心凉半截 图二爷又是一脸击贼 您自个儿瞅瞅 市场上多少黄莲 三年之内价格上不去 您不卖 就只能烂在家里长虫子 我买您黄莲是照顾您的 都说买的没有卖的精 这卖家怎么也想不到 一夜之间就遍地黄莲了 景旗忍不住偷笑 他是完全明白了 景旗服了 可更厉害的还在后边 深容行一根人参 卖家要八百两 图二爷又来砸场了 只见他袖口一伸 卖家就顺势插入了 俩人袖里吞金 两只手激烈地蠕动着 景旗不懂 来回瞅着 只见俩人四目相对 激情四射 很快 卖家承认自己不行 一脸不舍地拔出了 成交三百五十两 围观人群惊呼 假的假的 能看出假的来 这是多少年的功夫呀 原来 这药材市场 货物真假 全靠人眼力分辨 一旦出售 盖不退还 假货买成真货架 只能认栽 景旗由衷感慨 神来 这可真是神来 别急 徒二爷的威风还没抖完 刚出门 一个来自东北的散户老汉在卖身 所有人都不理他 而徒二爷呢 只看一眼 就知道自己逃到宝了 可谈论价格时 这位赵本山的老乡 却捧起了白草厅 白的老号 买我的身 这是我这一辈子 为白活 这叫物贵其主 多少钱 你说了算呢 话一出口 看热闹的人群 一阵叫好 徒二爷心想 嘿 这老头会挖身 也会挖坑啊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我要是给你出低价 人家会说白草厅坑人 你都说物归其主了 你这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了 而是跟白草厅的生育绑定了 所以价格不能太低 不然不符合白草厅的身份 要是开价太高呢 二奶奶估计得炒我鱿鱼 徒二爷没有掉坑里 而是另起标准 不说京城 咱们就地卖身 就地价 我给您个整数 两千两银子 景旗开了眼 两位老炮的真本事 白草厅牌子的分量 让他看清了自己的渺小 景旗刚回到京城 家里就出了大事 八国联军集结 朝廷开始了疯狂举动 义和团杀洋教士回洋教堂 入了洋教的三野 刚躲过了义和团 却意外在自家门口 被贵武带着詹王府的兵丁 绑走了 二奶奶去求詹王爷放人 并做保三爷从此不信教 可他不知道 三爷并不是因为信阳教被抓 而是 二奶奶这才明白 那年从天津回来的三爷 为报复贵武 挖空心思找回了贵武的 私生女皇春 又把他藏在教堂里 以此敲诈勒索贵武和詹王府 果然 多年不孕不育的贵武 一听失散多年的孩子 被三爷找到了 瞬间华贵 贵武没钱 三爷出笋招 让他找孩子亲外公 詹王爷要钱 可等黄春都长成了大姑娘 詹王爷都没见着孩子 银子倒被坑了不少 于是这次抓洋教 詹王爷一挤眼 就趁势把三爷给抓了 眼看命保不住了 坑人多年的三爷 终于跟二奶奶透了底 哎呀 我他妈现在一个都交不出来 他儿子被人买走了 黄春在教堂被毁的时候 走散了 二嫂 这事啊 您问问景奇 他一转知道 原来啊 因为三爷 景奇经常去教堂玩 与黄春暗生情愫 在义和团烧教堂时 景奇就把黄春啊 偷偷安排到了西郊的白家花园 而面对三爷的指控 景奇死不承认 妈 你管我这混蛋三叔干嘛 可二奶奶啊 却坚持捞他 这次把他弄出来 他也得想想 也得改改他的毛病 于是呢 二奶奶又来到詹王府 与詹王爷约定 找到孩子立马放了三爷 不过 我请王爷 无论如何 不能伤了我们家三爷 这边舅舅刚强调文明执法 那边外甥啊 就打脸了 贵物抡起鞭子 抽响三爷 三爷被打成了狗 炮火连天 八国联军要进城了 二奶奶决定放弃三爷 居家去西安避难 临行前夜 二奶奶将西料库珍贵药材 秘密转移到西郊花园 为了和黄春多交流啊 紧急主动请营留守 而随着洋人进城 詹王府人去楼空 被虐成狗的三爷啊 趁机逃出了詹王府 连遭这么多天委屈 三爷的小宇宙啊 终于要爆发了 这个啊 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您的支持 事故到持久的动力